今天的主题为我们带领我们大家 独乐今天的主题新年 撒木耳地上18章1号18节 神的话向我们赶开 我们再次丁头祷告 圣灾圣灾 三一的神 我们感谢上帝 感谢你召聚你的众儿女 来到你的城堡过去 主啊 也许他们带着一周的疲惫 主 你扶去他们的辛苦和疲惫 你让他们重新得力 也许他们带着伤心 来到主你的面前 神啊 你自己亲父安慰他们 也许他们带着 心中的疑惑 问你 神啊 愿你一须地解答他们心中的疯惑 神谢谢你 因为你一许说 黄老虎当众胀的 可以到你的面前来 祝必得安息 神啊 愿你安息的灵 你送你 弟兄姐妹 祝他们带着耶稣 你的话语中生命的安息 带你的话语中 生命重新得力 神啊 谢谢你 恭敬了将今天的信息传讲 纯南两万 交错在住你的手里 神啊 愿你自己亲自做主 赶旋带着 孩子恭敬的势力 带着你的面前 孩子 悲瘟雕小 但神啊 愿你自己亲自 前进海 高抹海 让孩子带着主 你 高抹的心香 来自私 来按着正义 将你的道宣讲 愿你得到 充满 财富 也愿你得到 亲自将我们 每个人的心 灵的灯 点亮 以至于我们 在你的真道上 生命会 更多 更好的 集合 以至于我们生命 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成长 也让自己 不断地得力 神 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恭敬的将 今天的福祉 尊讲 全南 阳望 消脱 愿主 与我们 同在 垂听 我们的祷告 如此 祈求 祷告 阳望 奉我主 耶稣 基督的 名求 Amen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愿神 保守 你的心 我们刚才读过了 那个十八章 一至十八节 沙漠 旧月 沙漠 地上 那其中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 得胜在乎神 要小心 你的心 在 1915年 中国 有一个女生学家 叫 胡妞妞 她获得了 罗贝尔生命学和医学奖 这是非常难得的奖项 而罗贝尔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性奖项 其中的生理学和医学奖 更是可以说重中之重很难得的 那这个国际性奖项包括五个方面 一个就是生理学和医学奖 还有物理学奖 化学奖 文学奖 与和平奖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经济学奖 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 那就是这个奖项 从邦化开始在1901年 距今已经有123年了 那全世界有多少个人获得这个奖项呢 迄今为止 100多年只有900个人和以及组织获得了这个奖项 而中国在这个奖项中有多少人获得呢 到现在为止只有12个人 也就是止当总百分比的1.33 也就是我们中国真的能获得这个奖项很不容易 几乎11年或者10年才有一位获得这样的奖项 而2015年我们中国的理科学家 获得了这个生理学物理学的 生理学医学的这个奖 应该是很荣耀的事 应该是很有民族自豪感的事 对吗 现实不是这样 中国人得落奖 似乎少了民族自豪感 却多了分分不平 当年的图幽幽 曾被一群的中国科学家 联名写信给落奖评定委员会 布地是什么 组结这个奖项的评定给这个图幽幽 理由是什么 其资历不高 民族不响 无权独享等等 那落奖委员会的人 就是感到很惊讶也很奇怪 而且是你本国的人来一分像的信 而且是你同行的人来一分像的信 所以他们不得不重新核实 但最终还是把这个奖项 发给了图幽幽 中国有几千院士 无缘这个落奖 而图幽幽一个没有声望 没有称号 没有审批的张无科学家 竟然把这个落奖拿到了 这还了得 好吗 我们得不到 你图幽幽也休想得到 这样的心理 状态 这样的心态 却发生在一群科学家的身上 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世界 这是人心坏 无论是科学家 还是国王 还是一介 树民 都有可能怎么样 心坏 心出现的问题 有的人修好 有的真的修不好 对我们天然人来说 心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只要这个心一停止跳动 就意味着这个人死亡了 可以顺告这个人死亡 那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 属灵的心也是我们属灵生命中最重要的 这个心不要坏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是看外貌 耶和华看的是人的内心 所以神很在乎人的心 人的心要健康 必须怎么样 首先要敬畏神 忠心于神 良善顺服于神 而这颗心 你最终是偏向神 还是偏向邪恶 将决定你的人生终点 去到哪里 就如真言书四章二十三节 告诉我们怎么样 你们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火效都由心发出来的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 《沙漠记十八章》 我们从中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王扫罗 因为没有保守他的心 而是邪恶控制他的心 导致他的人生越走越败坏 越走在黑暗中越陷越深 以至于最终部下列王 因此小心你的心 保守你的心 愿神保守你的心 如果 因此当保守你的心 看别人比自己强 欣赏别人 祝福别人 生命就会越走越宽广 相反如果是 顾及别人 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打压攻击 最终是害人害己 就像扫罗那样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经文 讲述的是 其实是两个 两个方面的心态 一个是欣赏的心态 一个是嫉妒的心态 也讲的是两个人物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王子 一个是国王 他们不同的心态 产生不同的作效 那儿子约拿当 跟大卫心相气负 那他们为什么 能够心相气负 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 和信心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 在约拿当 击杀负利斯人的时候 他说什么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在乎怎么样 人多人少 这记载在上文14章的16节 而大卫击杀哥利亚的时候 说什么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争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可见他们心意是相通的 敬畏神的信心 跟认知是一致 所以他们能够这么契合 而他的父亲扫罗是怎么样 扫罗一句别人 一句就是妇女们的一句话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就这么一句话 怎么样 扫罗门生了怎么样 要杀害 追杀大卫的心 这从哪里而出 这个心态 是不是寄诸而出的这样的心态 而扫罗他做完 一生做完四十年 他从古前1050年登基 但在登基的 他做完的岁月里 他的后面的十十年 几乎都在追杀大卫 当大卫被他追杀 他自己这么的嫉妒大卫 想要用自己的能力 灭了这个对他的王位 产生威胁的这个大卫 结果怎么样 大卫 神应许他 王位不决于大卫的家 连耶稣都是出自大卫被迈 而扫罗呢 我们可以看 到了撒末尔记上三十一章 大卫就死了 而且从此他的家 跟王位一份 所以我们看一看 我们所有 人所有 是出人还是出人 我们接着一一来看 我们首先来看 金香契合的情意 是欣赏 大卫 约拿丹欣赏大卫 大卫 做事经营 因缘 善葬 所以第五节说到 扫罗和他的城府和众百姓 都很喜悦欣赏他 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约拿丹 能够与大卫 不分不血 心心相惜 用现在话来说什么 英玄 是英玄 这真的是 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约拿丹听到大卫 如何战胜 哥利亚的时候 心生 静慕和欣赏 不但如此 约拿丹 还爱大卫 如同爱自己的生命 并且 怎么样 将自己的外袍 战衣 刀 弓 腰带 都给他 这个不得了 外袍 代表丸子的身份 战衣 代表保护 刀 弓 腰带 对约拿丹来说 都是很宝贵的 尤其是这把刀 在当时 以色列只有两把 一把是他的父亲扫罗 一把就是约拿丹 手上的这一把 约拿丹 但他这一把 却给了大卫 那我们看到什么 约拿丹的行为 告诉别人 也就是 我跟大卫如同一人 同有王子的身份 你们攻击他 他就是攻击我 我会保护他的哦 还有不管将来谁做完 我们都会一起帮助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约拿丹的心意很当全 他虽贵为丸子 但并没有因为大卫的出众表现 而怎么样 被威胁而嫉妒他 相反的 他将自己所有的最好的 都给了大卫 还真心地和他立下了 严肃的誓约 也就是 就算之后 约拿丹知道了 大卫是神检选的 下一任君王 也没有削弱 削弱他与大卫之间的情谊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从约拿丹这个历史中 检视我们的心 看看我们是什么样的 当我们看到 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可能 没有任何地度地欣赏对方 还单纯地把好东西拿出来 不服他呢 当 当看到自己比别人强 莫名的优越感 不容别人 像扫罗这样的时候 这王位 这职位 是我 你自己处处为难别人呢 我们从 约拿丹这个例子 对照一下去 不管我们在职场 还是在学校 或者社会上 多威秀 多优秀 或者自己觉得很优秀 我们都当 看到 自己内心 是什么样的心态 是欣赏和助记 还是努力 还是打扰 因为 这些 分分钟 可能都会在我们职场 在我们的 工作段台中 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优秀的时候 常常希望别人夸奖 当别人夸奖的时候 很生气 那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 更生气 这是 嫉妒的心 能粉我的罪信都有 有一个属灵前辈 他跟我讲了他自己的亲身见证 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从小家里读书 是很好的一个孩子 他家有六位兄弟 他读书最好 他在学校总是拿第一 从来就是说 他拿第二的次数是很少很少 对他自己来说 他如果拿的第二 就是天塌下来的那种感受 有一次 他真的第一被人拿走 他一个最好的同学 考了第一 他自责的自恶 这个对他来说不得了 他回家 话都吃不下 然后呢 从此不跟这个同学说话 从此不跟这个同学好了 反正那个同学怎么跟他好 他说是不理他 他怎么样 裹料超越好 他更加的群愤的去读 一定要把这个第一学习 于是终于奴越以堂 他又考了第一名 直到他考到了第一名 才跟那个同学同归于好 那个同学是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他为什么 考一阵子不理他 但是他说 我知道 我就是不想你 为什么你把我的第一名拿走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老牧者 他的回顾他年轻的时候的 真实心 真实的心态 他是家里老二 他还有哥哥 还有每个弟弟 他的父亲是大牧师 很大的牧师 他全家都去做礼拜 他的父亲是因为是牧师 总是早去 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 会随后一点去 那而他自己呢 因为自觉读书很好 于是看很多书 包括中国的历史书等等 共产主义等等 就觉得说 哎呀 基督教这是骗人的 历史中就说 基督教当时是美帝国主义 渗透到中国的精神鸦片 所以我不信 我不要信这些骗人的东西 于是哪怕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牧师 哪怕他的一家人都去做礼拜 他坚决不去 那做礼拜就有的时候就早起了 那他不用去 有时候就在那学校 有一天 他的妈妈和他的哥哥 要出门之前就喊了一声 很迟啦 快起来了 就这么一喊 他愤怒得不得了 从卧室里冲出来 对着他大哥说 你去教堂很了不起吗 你去就去啊 为什么这么大声 吵得我不能睡觉 他大哥说 现在都几点了 你还睡觉 我们就大师说话 怎么了 你难道要杀了我们吗 哇 这句话真的不得了 把他的所有的怒气激发起来 他冲进厨房 拿出一把刀来 去指向他的大哥 他的大哥躲一下 刺到手臂上 要不躲一下 后果不干涉 他的妈妈冲过来 为了去搓他手上的这一把刀 手上的虎口也被割了一刀 他的父亲回来说 我今天在教堂里讲 那个哥哥杀弟弟的事 就是怎么样 旧约的一个谋杀案 该隐藏杀 而我们今天家里是 发生了一件 就是必定刺杀 咯咯的事 这是发生在一个牧者的家庭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的内心的 记住的内份心态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等到爆发出来的那种 杀伤是很大的 这样一个 唯我独尊 嫉妒心爆棚的一个人 怎么样 只有在神的恩典中 神的医治中 神的救法中 才能够把他的心修好 在神的恩典中 他痛心疾首后来 向神愣罪悔赶 以至于他后来 也成为神重任的徒人 他说 我们天然的人 总是看自己比别人强 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的 那看自己比别人强 怎么样呢 妒记 自私 傲慢 没有安全感 只怕自己的位置 被人抢走了 只怕自己的功劳 要被人夺去了 我们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这份妒记心 如果不自伏 我们的心就会被蒙蔽 我们的心就会被他 拖着走 而圣经中 约拿当之所以 能够这样对待大卫 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和信靠 今天我们也是蒙恩的一群人 在神的福恩宝座前 怎么样 平处神的话 可以求恩会蒙年里 得随时的帮助 让我们应当像约拿当一样 知道一个道理 赏赐在耶和华 都取决在耶和华 我们一切的恩赐 能力 聪明 智慧 甚至权并 像扫罗那样的王位 若不是神赐给你的 我们有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你想想看 那个扫罗这个王位 若不是上帝高立他做王 他只是一个牧羊的 什么都不是 他自己也说 我只是我家族中最小的 从中被死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是的情况下 神抬举我们 给我们恩赐 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这样那样的好处 我们怎么样 我们是愿来跟别人攀比的 愿来来妒忌别人的 愿来自我骄傲 自我鞠躬的 愿来轻看别人的 不尊重别人的 是这样吗 因此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要懂的 怎么样的 尊重 尊敬别人 尊严自己 我们自认优秀 我们自认为很聪明 我们自认为很有智慧 我们自认为能力很强 但我们是怎么表达 这样的自认为的优秀 和美好等等呢 我们来看一下 清朝 康熙年间 有一个诗人叫 他写了一首诗 他说 我以为别人尊重我 是因为我很优秀 慢慢的 我明白了 别人尊重我 是因为别人很优秀 优秀的人 更懂得尊重别人 对人恭敬 其实是尊严理自己 也许大家会说 这是世上的人 对这种优秀的说法 那圣经中怎么说呢 彗利比书二章三节说 不要自私自利 也不要倘图虚荣 只要谦卑 看别人比自己 因为你只有看别人比自己强 你才能谦卑啊 如果你一天到晚看 自己比别人强 你才能谦卑吗 你所表达出来的就是 轻慢别人 不尊重别人 小看别人 你所表达出来的就是 怎么样 不尊重带来了 什么结果 我总要挤罪 我总要跟你过不去 怎么样 因为我比你强啊 这样的心态在心里 我们怎么做到谦卑 这样的心态在心里 我们怎么做到不自私自利 怎么做到不倘术虚荣 愿主 严密我们 帮助我们 求神 让我们保守自己的心 做一个能够欣赏 祝福他人的人 当别人比我们优秀的时候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并欣赏 神在这个人身上的作为 恭敬别人 尊严自己 不要掉进像扫罗那样的观景中 幻润地让嫉妒在心里萌芽 嫉妒在心里萌芽不得了 就会产生怎么样 败坏 因为败坏是由心而出的 由心而出 然后就产生妒忌 我们来看扫罗 妒忌大卫 因为那一句话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旺旺 原本是平行师 举着一种标准的表达方法 愿意是表达数目之大 而不是谁多谁少 但是在扫罗耳朵里听进去的 不是这个 他认为 李旺旺我才千千 我就差往未没有给你 因此很可惜 本来是凯旋而归 胜利欢庆的局面和心态 因着这个妇女唱的这句话 也因着扫罗的那个怒气 相信这个状态 这个局面变得不一样 因为他心中的嫉妒 扫罗的心中的嫉妒 被荒腾起来 所以他以后就录视了大卫 把大卫当作他的头人 扫罗也曾经是一个 怎么样的人呢 曾经是一个谦卑勇敢的战士 不只被百姓拥戴 甚至当有人提议要杀掉这个曾经 反对他的人的时候 他也能包容地说 不可以杀人 但今天他竟然因为一句话 引发了他心中的嫉妒 使他愤怒到 从此非杀大卫不可 相信在这之前 大卫可能根本不知道 自己里面也有如此大的嫉妒之心 其实我们很多人跟扫罗一样 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了解 也没有认清自己心理 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有一个我的一个同学 跟我分享他的状态 他因为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 后来跟我一样到 后来去新加坡 进行会神学院去读神学院 他就讲 他说我在没有信主之前 我真的是不容别人 什么名牌穿得超过 好漂亮的衣服穿得超过 什么名牌名表 什么名包 我都是一看到别人 穿得今天穿得比我好 我马上就要想方设法铁去买 买得比他更好 就是一天半在这样 穿得比工作生活 好像没有穿到最好 好像我的人真的没意义 他说感谢主 后来我信主 我以为我这一天 我都扔掉了 我都改掉了 我没有这些 穿得的 这个炫尿的 这个虚伦心 但是 那他做演员拍戏 不是钱赚得很快吗 当然其中没有很多的辛苦 但是呢 他一赚到钱以后 他就拼命地换车 有任何一款新的车出来 他就把旧的卖掉 使劲地换车 在自己并不觉得 这个依然是有一种虚荣跟判断 直到有一天 别人就是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基督徒 你还不是一天到晚 去年轻很久 他真的有什么笑 他说是哦 我以为先是基督徒 我怎么还是这样 神透过他拼命换车的心态 透过别人的一句话 一个女神 让他看到自己 还是有虚荣虚 以及有炫耀的心态 所以人心自己在什么样 自己的心态可能 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 别人更不知道 所以很多时候 当自己的心 自认为我做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的时候 确实没有 但神知道 对不对 所以 耶利礼书十七三九节中说 人心底妄语都诡诈 坏道之处 谁能失控呢 确实 谁都不能失控 认为神能失控 人的心很负责 但是在神面前 算什么呢 人是神造的 对不对 但是爱我们的神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不认识自己的心 神却缠让我们肉体中的丑陋 被别人一句话 一个眼神 一个态度 给暴露出来 让我们发现 我们的心态 原来那么糟糕啊 好叫我们 能够及时地去对付 所以我们要常常主动 谦卑地求神 监察我们这颗心 我们自己都不认识的 这颗心 看我们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有的话 要赶紧对付 不要让他生根 更不要让他发芽 不然就会像扫罗那样 被蒙蔽 像扫罗那样 让邪灵居住 他的心中 做他心中的王 那结局就很非常好 因为邪灵一进入一个人的心 那个心就不属于他了 邪灵入心 杀鸡就起 就像扫罗那样 在十八章的十到十一节里说 赤日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大大的降在扫罗身上 他就在家中 胡言乱语 大卫照常在他面前 弹琴哦 扫罗手里拿起枪 扫罗把枪一路扔 心里说 我要将大卫刺透在 刺透钉在墙上 大卫躲避他两次 这个心里说 在十八章一共出现三次 这心里说 代表邪灵的声音 扫罗因为得罪神 没有真实的回答 反而找借口把责任推给别人 所以他的生命一步步的迈向堕落 扫罗开始心里十几步 之后引发愤怒 而仇视大卫 然后就让恶魔在他心里 心里做完 并且他怎么样 顺从着邪灵恶魔的声音的带领 一定要刺杀大卫 以至于 大卫登基前的十几年 都在扫罗的追杀之中 但神保守大卫道 像这样的悲剧 在当今的世界里 这样的剧本也不断散言 我们中国高考当局是 能考上精华北大 都是万里超一 不是一万个几十万超一个的 那种万里超一 还能考上精华北大 就是在这样的一群优秀的学者当中 这样的悲剧也不断地发生 特别是化学系 很容易搞到剧毒 但又看不见 很容易隐藏的东西 拿来扑杀学者 从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 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止一起 原因都是 本来该属于我的荣誉 怎么被你拿到了 本来我弹琴弹得很好 怎么这一次你弹琴弹得比我好 本来都是我考得最好的 这一次怎么你考得比我好 这些的本来 本来被别人拿去 不是怎么样 就精明萌生 有我没有你 我要把你抵辞 是不是 相信大家对国内 清华北大的事件 遭有留意的话 就知道这样的事件 在清华北大一段的善意 这样的悲剧 沃尔本大学心理学教授 利亚沃斯特 在她的一本书中 力量的转换这么讲述 嫉妒这个心态 她说嫉妒其实是 自己内心的一种不能量 只会让自己心惶意乱 与其嫉妒别人 其实更应该战胜自己 内心嫉妒这个恶美 确实是 嫉妒的心 是撒旦 企图破坏人的人格 和毁灭人的计划 这种嫉妒之心 不仅使人 失去判断能力 和分辨的能力 还会给人和自己 带来致命的损伤和灭亡 因为一旦有机会 嫉妒所带来的情绪 就会以杀人的形式表达出来 圣经中的第一端的谋杀案 该以杀雅沃 就是很好的例子 嫉妒是他杀了弟弟 导致世代被冗亡 为什么 他也是因为嫉妒 怎么样 弟弟献的记被善地怨纳 而他献的记不被怨纳 于是怎么样 就把弟弟给杀了 人类的第一端谋杀案就开启 所以嫉妒真的是 一把杀人的刀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如果 如果 当妇女唱出扫罗三所 千千大卫三十万万的时候 如果扫罗心不是以嫉妒来回忆 而是以感恩耶和华 为他预备的有能力的大卫 来帮助他歼灭灰利世人 那么他的人生应该会再生 而大卫若在听从妇女所唱的 如果他心损得骄傲 他念人的掌声 那他的人生也会再生 是不是 有时候也会产生 这样的疑问 在推剧之后 能够说如故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跟结果 所以愿神保守 你的心 愿神保守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被神保守 才能保持健康 在世界上 知识 无论是天文 地理 物理 生理 甚至心理 只要我们肯下功夫 是不难明白 唯独要明白 自己的心 就非常的困难 也因此 魔鬼常常 蒙蔽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像被油蒙住了一样 使我们无法真正看清 心中的真实景况 我们的心有很多欲望 有很多我们想抓住渊人 就像扫罗一样 要抓住王位 要抓住百姓的支持度 所以怎么样 他在生渊中越陷越深 而今天的人们 许多人要抓住什么 抓住金钱 抓住房子 抓住儿子 抓住工作 抓住权力 也有的人 要抓住嫉妒 要抓住纷争 抓住论断 抓住伤害 和自己处地的坚持 导致怎么样 导致自己开始跌倒 也逐步走向面 求神帮助我们 时刻警醒 小心我们的心 让我们靠着神 致呼心中的恶魔 弃绝恶者在心中的门地 让我们不抓住 世上任何的人和事物 是怎么样 当当抓住神 像大文一样 常常地来到神面前 祷告说 我们来念 神啊 求你 践踏我们 知道我的心思 试念我们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愿神祝福他的话 也愿神 警醒神 神的话 警醒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再一次低头倒到 亲爱的圣天父 谢谢你的话语 向我们展开 主啊 你的话语 打开去花出亮光 愿你的话语亮光 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使我们的心 因着你的话语 更能够看到 自己的真实情况 以至于被提醒 以至于被纠正 神啊 谢谢你 我们生命路上 时刻需要你 需要你的话语 需要你的带领 需要你的话语 做我们生命路上的灯 照亮我们的虔诚 照亮我们的生命 神谢谢你 谢谢你的恩典 恭敬的仰望信靠你 主啊 愿你神祝福在你面前 饥渴慕沐浴的一群人 使他们在你的话语中 生命得到饱足 生命得着力量 神谢谢你 恭敬的祷告 祈求仰望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我们下语了 等下语 终于 终于 带来 终于 带来 终于 带来 后悔 终于 终于 带来 终于